要趕著上班上課 急急忙忙跑進月台 結果卻看到本來要搭的列車 沒出現 站務人員也趕緊指揮 基隆站那邊的火車有問題嗎 它號是有問題 它現在有辦法過來的 就是有一支箱 所有人忙進忙出 一下要回答乘客問題 一下又得忙著調度 一早上班上課時段 整個車站都大亂了 8號上午6點多 就在台鐵基隆車站 不少人在月台上等了又等 眼看著車不來就要遲到了 這時候才聽到廣播說 原來車站的耗制燈故障 導致第一時間所有人急在月台 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耗制燈故障影響了至少8個班次 甚至其中還有延誤41分鐘 115車次直接停開 畢竟一早6點到8點這個時段 就是通勤族的搭車尖峰 故障了也沒通知 只用了這小小的白板放在入口 提醒旅客 匆匆忙忙一個不注意 確實根本難以注意到 由民眾抱怨這公告方式 是否得要改善一下 直到8點多 耗制燈已經修復 但後續還是有不少列車 延誤至少15分鐘左右 乘客要搭車前還是要注意一下 列車資訊看板 以免行程被耽誤了 TVBS新聞劉欣奎 陳家彤基隆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提醒旅客 提醒旅客 提醒旅客